來到我們新的課題 現在在GDP之後 我們會講解失業率 其實大家都有印象 我們現在學習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量到一個經濟體系 究竟他表現得好不好 所以他的表現除了GDP之外 就是要看看這些人有沒有共犯 所以來看失業率 如果有討論失業的時候 可能同學都會覺得很簡單 在家裡拼腳趾 沒有共犯 是不是就是失業呢 這個給大家看看 這裏左邊林太 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找人劍職的 右邊這個 這個好男人 住家庭主婦 沒有想著找工作 要在家裡臭女兒 做家務 好了 現在給大家十秒想想 其實究竟這兩個人 是不是都可以在家 是不是都是屬於失業呢 好了 如果想到後 那些感覺似乎 左手邊這個好像不是失業 林太太 因為他在找工作 如果你這個想法 就非常好 因為其實如果他在找工作 他還沒找到 想要又沒有 那就是失業 是不是 好了 右手邊這個不是 他想要 是嗎 他完全不想要 沒有打算 沒有打算 那不想要 那又何來來失業呢 好了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都會知道 原來失業人口 不只是看他是不是在家裡 拋腳趾的 那你還可以想到很多不同的例子 其實他可能 在家裡拋腳趾的時候 不是失業的 好了 所以我們要看看 那 我們看回整個經濟的人口裡面 假設香港有七百萬的人口裡面 我們不會說 總是有些人在家裡 就是代表他失業的 那例如 小朋友在家裡根本沒有能力上班 我們不會當他是失業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成為失業大軍 或者叫就業大軍都好 你首先第一件事 你是有能力上班先的 那所以呢 有能力上班的人 我們有個名字 我們叫做勞動人口 可以嗎 好了 那勞動人口是做些什麼的 其實呢 裡面有三種人的 第一種就是 我想上班 我上班 我上班 OK 好了 第二種就是我想上班 我上不到班 失敗OK 那第三種就是 我想上班 不過呢 就有些人都請我的 但他又請不足我 我想做多些 他不給那麼多個小時我做 那所以呢 那這些一些一點的 就叫做就業不足 那三種人 我們要認一下他些什麼 那 所謂的勞動人口 首先我們要包括了 是做得事的人先 那其實兩大個條件而已 第一個 就是 他要是15歲或者以上 OK 那你可能會想起16歲 18歲這些好像法定的 成人的年齡 但是呢 如果我們就這樣說做不做得事 其實是15歲或者以上 好了 第二 他是上班的 他不上班那些 我們不會叫他失業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勞動的人口 就只有兩個條件 一號和二號 那齊齊就是勞動人口的了 那如果聽完之後 你覺得很簡單啊 sir 那接下來 麻煩大家試一下 pause 了條片 然後完成了第20頁 這四格的學習活動 你幫我想一下 究竟是不是勞動人口 好 好了 如果我解釋大家做完了 那現在呢 可以繼續play下去了 我們一齊對一下 第一個 我們說 喂 花絲拉 是不是 這個勞動人口呢 花絲拉不是 為什麼呢 家庭主婦 他不想做 那所以剛才也是那個例子 他不想的話 其實不會繼續勞動人口 第二個 小丸子 不夠15歲的小學生 拜拜 是不是 好了 第三 如果有人選了一隻動蠻犬 是勞動人口的話 麻煩你們回去小學學一下 這隻叫做動蠻 OK 根本不是人 好了 那另外呢 退休人士 其實什麼叫做退休 就是不上班的 不想上班的叫做退休 他老了 還想上班 就不是叫做退休的 是不是 好了 所以沒有工作意願 那就是勞動人口 好了 去到這裏 應該大家都對勞動人口 有些感覺 那我們要繼續 那所以總結那裏 麻煩給我兒子自己填一個總結 原來我們要小心一些 有些非勞動人口的人 包括小於15歲 或者是不上班的人 那接著下去呢 我們就可能要看一看 喂 那下面我們說有就業人口 有失業人口 那這些人是怎麼分的呢 老實說 就這樣說呢 就很簡單的 你試試想想 有工分 賺到錢的 就叫做就業的了 但是其實實際上 包括什麼人 有很多的 總人都是的 那例如這裏 我們說 事業的人呢 其實包括了一些 我們叫做自僱人士的 那我不知道同學 你認不認識我 自僱人士和僱主 好像兩個都是老闆 那什麼分別呢 如果我們自僱人士 就是他不是一間公司的 他只不過是 他自己一個人做事的 但是他又沒有老闆的 那我們是自僱人士了 那例如可能是些什麼 可能是的士司機 OK 好了 的士司機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在的士公司租的士 然後自己開車 所有的風險都是自負的 OK 那讚的是他 蝕的是他 或者可以旅遊的那些導遊 都是一樣 那他都是一間公司 派一些job給他 有job開 那他有份有份量的 但是讚的是他 蝕的都是他的 好了 那僱主就自然是 有公司的那些老闆 好了 如果你是僱員的話 有公司的 是不是一定都是就業呢 其實都是的 有些人可能會惹到你的 例如 如果他問你 喂 兼職是不是 兼職都是的 有公司 好了 家庭從業員 有些家族生意那些 那些 那其實都是的 可能他出糧的時候 用零用錢的方式 那很可惜 我家裏沒有家族生意 所以我給不到實際例子 OK 那希望你是 好了 接著下去就是 有一些東西我們叫學徒的 同學生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例如你可能會見過 見過 但是你不在意的 我們叫做壽司的學徒 壽司 壽司這個行業很有趣的 那他們做壽司的時候 有個師傅 但是下面有很多人要切東西 洗東西 抹東西 那些 那這些呢 就會有個 有些學徒在這裡 他們呢 其實是正在上班 有量出的 只不過知道他是低端人口 其實是差一點 所以人工就低一點 這樣 OK 但是他們的名字叫做學徒的 好了最後 就是有些人呢 請住假這樣的 請住假在家裡休息是很正常的 但我們不會說是武功翻的 對吧 OK 好了 那講完有功翻的人 就講一下沒有功翻的人 沒有功翻的人 沒有功翻的人 但是他隨時都可以上班的 行不行 即他很想上班 OK 遊魂共一表達他很想上班 但是找不到 那就是失業的了 那聽完之後 那句話很簡單 是沒錯 一陣子做些例子 看看你分不分到 好了 最後一種 就是就業不足 這叫就業不足 剛才說過 是一些 是中間的 他有功翻的 但是他翻得不夠 而最重要的那個字在哪裏呢 最重要的那個字在這裏 非自願的情況之下翻得不夠 而那條界呢 就是少於35個小時 好了 什麼叫非自願 即是我很想做多些 但是我被迫 做得少於35個小時 OK 即是老闆不讓我做 但是如果我自願的話 那就不是就業不足 就純粹就業的 行不行 好了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怎樣看到他想不想 他繼續在我找工作的 OK 他繼續想做多些的 但是他做到的 可以做的 行不行 好了 接著下來 請大家同學呢 就在21至22頁那裏 有一堆的例子 OK 麻煩大家試下分下 那個人口是什麼 那我給你自己 給些時間 去做了先 完成之後 再pause 再看一條片 那現在你點pause 停一停 好了 那如果你已經完成了 可以繼續看下去了 那我們一起對答案吧 第一個 阿源 只是想責在家裡 根本就不想做事 不想做事的人 非勞動人口 OK 根本是沒有意義做事的 不在勞動人口裏面的 好 第二個 他就是一個學徒 剛才有一個例子 學徒是就業的 第三個 這個呢 有個人在寫著 我自己是unemployed 即是他是一個失業的人 叫你去買蘋果 其實他在做什麼 他根本就是一個小販 他不是真的實業 是吧 他是自僱人士 在做小販 所以呢 這個是就業人口 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海盜 海盜是什麼 不是就業人口 這個打錯了 其實是什麼 他根本有沒有想過 海盜是不是一個職業來的呢 我們如果在經濟學的定義上面 那個職業是什麼呢 是為其他人帶來 服務或者物品的 那如果有一個海盜來找你 你覺得是在服務著你呢 如果是的話 你告訴我 我有空去打劫一下你 好了 所以其實海盜 就不會為其他人帶來滿足的 那這些就不是職業來的 不是職業 好了 但他又全職做這個不是職業的東西 那是什麼 他是一個非勞動人口 OK 他根本不想做其他東西 好了 隱者 一樣 隱者本身沒事的 如果真的有這個職業的話 最大問題是12歲 那12歲就小於15了 所以是非勞動人口 好了 接著我們會見到 兼職 雖然全職的義工不收錢的 但是他全職 也就是說他不想再做其他東西的 換句話說 根本就是一個非勞動的人口 我都很想做這個富二代 好了 接著下去就是這個速遞員 他是速遞員 而最大的問題 你如果看到20小時 他就會自己休假 他就是不做 就是少於35小時 好了 但是你看到他 他是做什麼 是自願的 OK 好了 那他自願的話 就不屬於就業不足 屬於就業人口 好了 跟著 其實跟海道一樣 黑肚究竟是不是一個職業來的呢 黑肚其實是沒有製造滿足感的 OK 沒有服務 沒有物品的 所以 他仍然都不屬於一個職業 OK 好了 所以他是一個非勞動人口 無意轉職 他不是 反過來 如果是因為 暫時失業沒有錢 我走去黑肚 或者是黑肚 那這個情況叫做失業 因為他常運工的 但他如果無意轉職 那他就是一個非勞動人口 好了 跟著是慈善機構 那如果 雖然這個慈善機構 不是賺錢 但是都會收錢的 你試想想一下 你去社區中心 你參加一些活動 參加一些CAM 其實你都要付錢的 只不過那個價錢 是成本價多些 那所以 其實裏面的職員 全部都是就業的 有糧出的 好了 那如果畢業之後 還在找工作 那就沒辦法 那Emma 其實是失業的 那當然那個 就不會那麼慘 她都未畢業 就已經有了 好了 那最後 就是這個懷孕的媽媽 那有新假期 記住 OK 那其實就是要上薪 放假 所以屬於就業人口 那去到這裏 那我們總結一下自己填一下 那如果你填完之後 就可以再回頭 所有的例子去做一次 其實我想大家試一下做一個總結 來這裏 對一對的答案 好 那大家留意一下 看看會不會中了些陷阱 這裏說 少於35小時 但是不屬於就業人口的例子 就是她自願工作少過 OK 好了 然後最後就是慈善機構的員工 應該是就業 和義工的話是非共人人口 好 那我們去到這裏 我們下課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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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課再見